耶 嗨 妹妹 你今天要和朱恩一起野餐对吗 太好了 你都准备好了 真是个秋季野餐的好天气 阳光明媚 微风徐徐 你们俩最好进屋去 不然你们会被淋湿的 看起来你们要推迟你们的野餐了 伙伴们 别担心 我相信你们能找到其他 一样有趣的事在家里做 哦 看样子朱恩想到一个点子了 这是什么 朱恩 一本手工美术书 太棒了 你们找到了一件既能在家里做 还能用上被风刮进来的叶子的事情 太好了 我很好奇这是什么 小鸟 没错 托托 你能帮助美美和朱恩用树叶做一只小鸟吗 太好了 那么开始吧 首先我们要找到尾巴用的羽毛 是一片黄色的橡树叶 你能找到它吗 没错 它在这儿 黄色的 好的 现在我们要找到一片红色的枫叶当做翅膀 你能找到它吗 哦 那的确是红色的 但不是枫叶 妹妹 枫叶是另一个形状的 你找到了 那是我们要的红色枫叶 看起来很棒 伙伴们 现在我们要一片绿色画树叶来制作头 哎呀 我们把午睡中的小松鼠吵醒了 我猜小松鼠现在醒过来了 这儿有好多绿色的树叶啊 但是记住 你们要找到对应的颜色和形状 你能找到吗 对了 它在这儿呢 干得好 现在我们还剩最后一片树叶了 一片橘黄色的鱼蓝叶 用来做鸟嘴 它在这儿 太棒了 现在你们只要一些树枝和栗子来完成它 哇 真是一只漂亮的小鸟 我想虽然外面的鱼已经停了 但是还有点风 真可惜没有风筝 太棒了 你们用叶子做的小鸟风筝 真是漂亮 好玩 棒极了 玩得开心 朋友们 再见 搜索熊猫博士 开启你的创造力吧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